第六十回公孙圣芒荡山降魔朝天王曾投誓中鉴 诗曰 背后之言不可沉 得饶人处且饶人 虽收芒荡无家客 允却梁山主债身 诸将搞一魂欲断 九元金族恨难身 可怜盖世英雄谷 全措荒城野水滨 话说公孙圣队宋江 无用献出那个阵图 便是汉末三分 诸葛孔明百十位阵之法 四面八方 分八八六十四对 中间大将居之 其向四头八尾 左旋右转 按天地风云之机 龙虎鸟蛇之壮 带他下山冲入阵来 两军齐开 如若伺候他入阵 只看七星浩带起处 把阵便未尝蛇之势 贫道做起道法 交这三人在阵中 前后无路 左右无门 却于坎地上掘一线坑 直逼此三人到鱼那里 两边埋伏下挠勾手 准备捉江 宋江听了大喜 便传将令 叫大小将校 依令而行 再用八元猛将手震 哪八元 忽炎浊 朱瞳 花蓉 徐宁 慕洪 孙丽 史晋 黄信 雀教柴晋 吕芳 郭胜 全社中军 宋江 吴用 公孙盛 带领 陈达摩奇 叫朱武 指引五个军士 在近山高坡上 看对阵报事 是日 四排十分 众军进山摆开阵势 摇其肋骨诺战 只见盲荡山上有三二十面 罗生镇地驾响 三个头领 一起来到山下 便将三千余人摆开 左右两边 向冲 离滚 中间拥出那个胃头的好汉 姓凡 明锐 祖冠蒲周人士 幼年做全真先生 江湖上学的一身好武艺 马上冠使一个流星堆 神出鬼媒 斩江千奇 人不敢进 绰号混世魔王 怎现的梵瑞英雄 有西江月 魏正 头散青丝细发 身穿绒绣灶袍 连环铁甲 恍寒销 灌使 同堆神庙 好似北方真武 世间福怪除妖 云游江海 把名标 混世魔王绰号 那个混世魔王 梵瑞 骑一匹黑马 立于阵前 上手是相冲 下手是离滚 那梵瑞虽会使神术妖法 却不识阵使 看了宋将军马 四面八方 摆成阵使 心中暗喜道 你若摆阵 忠我记了 吩咐相冲 离滚道 若见风起 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 杀入阵去 相冲 离滚得令 葛直定满牌 挺住标枪飞剑 直等梵瑞作用 只见梵瑞立在马上 左手挽定流星铜堆 右手仗住 混世魔王宝剑 口中念念有词 贺声道 急 却早狂风四起 飞沙走时 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相冲 离滚那声喊 带了五百滚刀手沙将过去 宋将军马献沙将过来 便分开坐两下 相冲 离滚一脚入阵 两下李强公硬弩射住来人 只带的四五十人入来 其余的都回本镇去了 宋将在高坡上望见相冲 李滚已入镇里了 便叫陈达把七星好奇指一招 那座镇史 纷纷滚滚 便坐长蛇之镇 相冲 李滚正在镇里东赶西走 左盘右转 寻路不见 高坡上 朱武把小奇在那里指引 他两个头东 朱武便望东指 若是头西 便望西指 原来公孙 盛在高部处看了 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 口中念动咒语 贺声道 即将那风 尽随住相冲 离滚脚跟边乱卷 两个在镇中 只见天昏地暗 日色无光 四边并不现一个军马 一望都市黑气 后面跟得都不现了 相冲 离滚心慌起来 只要夺路出镇 百般的没寻规路处 正走之间 忽然雷震一声 两个在镇叫苦不迭 一起大了双脚 翻金斗颠下线马坑里去 两边挠勾手 早把两个搭江起来 便把马绳绑复了 解上山坡请弓 宋江把鞭烧一指 三军一起掩杀过去 樊瑞引军马奔走上山 三千人马 折其大半 宋江收军 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 军舰早解向冲 离滚到鱼挥下 宋江献了 盲叫解了绳索 亲自拔斩 说道 二位壮士 其时修怪 临敌之计 不如此不得 小可颂江 久闻三位壮士大明 欲来拜请上山 同聚大义 盖音不得其辩 因此错过 倘若不弃 同归山寨 不胜万幸 两个听了 拜扶在地道 久闻 即使与 大明 只是小弟等无缘 不曾相识 原来凶长国有大义 我等两个不识好人 要与天地相傲 今日既被擒祸 万死尚清 凡以礼待 若蒙不杀 适当笑死 报答大恩 凡瑞那人 无我两个 如何行的 义士头领 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 就说凡瑞来头拜 不知头领遵义如何 宋江便道 壮士 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党 便请二位同回贵债 宋江来日专后 佳音 两个拜谢道 真乃大丈夫 若是凡瑞不从投降 我等秦来 奉献头领麾下 有师未正 八镇神机是最难 雄才诸葛许谁攀 多谋喜献公孙胜 凡瑞群寻便入山 宋江听说大喜 请入中军 待了九十 换了两套新衣 取两匹好马 呼小喽啰拿了枪牌 送二人下山回寨 两个鱼鹿在马上感恩不尽 来到盲荡山下 小喽啰献献了大惊 接上山寨 凡瑞问两个来意如何 相冲 李滚道 我等逆天之人 何该万死 凡瑞道 兄弟 如何说这话 两个便把宋江如此意气 说了一遍 凡瑞道 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 意其最重 我等不可逆天 来早都下山头拜 两个道 我们也为如此而来 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 四日天晓 三个一起下山 直到宋江债前 拜扶在地 宋江扶起三人 请入帐中坐顶 三个献了宋江 没半点相仪之意 彼此轻心土胆 诉说平生之事 三人拜请众头领 都到盲荡山寨中 杀牛仔马 管带宋公明等众多头领 一面赏劳三军 饮宴已罢 凡瑞就拜公孙圣卫师 宋江立主教公孙圣传授 五雷天心正法与凡瑞 凡瑞大喜 数日之间 牵牛拽马 卷了山寨前梁 驮了行李 收据人马 烧毁了寨诈 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坡 鱼路无话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 已到梁山坡边 去遇过渡 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 一个大汉望住宋江便拜 宋江慌忙下马扶住 问道 足下姓慎名谁 何处人士 纳汉达道 小人姓段 双鸣锦柱 人见小人赤发黄须 都呼小人 未经毛犬 祖冠是桌舟人士 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倒马 今春去到枪杆岭岭北边 倒的一匹好马 雪恋也四架白 浑身并无一根杂毛 头至尾 长一丈 皮至己 高八尺 那马又高又大 一日能行千里 北方有名 换作赵叶玉狮子马 乃是大金王子奇做的 放在枪杆岭下 被小人道得来 江湖上只闻即时语 大名 无路可见 欲将此马前来尽献与头领 全表我尽身之意 不期来到灵州西南上 曾投试过 被那增加五虎夺了去 小人称说 是梁山坡送功名的 不想那丝 多有污秽的言语 小人不敢尽说 逃走得拖 特来告知 宋江看这人时 虽是骨兽行粗 却甚生的奇怪 怎现的 有失未证 娇黄头发姿虚卷 道马不辞千里远 强夫性段捉周人 被人换作金毛犬 宋江献了断井柱一表非俗 心中暗喜 便道 既然如此 且同到山寨里商议 带了断井柱 一同都下船 到金沙滩上岸 朝天王并众头领 接到巨义厅上 宋江叫樊瑞 向冲 李滚和众头领相见 断井柱一同都参拜了 打起锅听鼓来 且做庆贺言席 宋江县山寨连天了许多人马 四方豪杰望风而来 因此叫李云 陶宗望监宫 天造房屋并四边寨炸 断井柱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 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层头市 探听那匹马的下落 带宗去了四五日 回来对众头领说道 这个层头市上 共有三千余家 内有一家换作层家府 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 名位层长者 生下五个孩儿 好位增加五虎 大的儿子换作层徒 第二个换作层密 第三个换作层锁 第四个换作层魁 第五个换作层生 又有一个教师史文公 一个副教师苏定 去那层头市上 聚集住五七千人马 扎下寨炸 造下五十余辆线车 发愿说要与我们施不两立 定要捉进岸山寨中头领 做个对头 那匹千里玉狮子 马献金羽 教师史文公齐作 更有一般 堪恨纳斯之处 杜撰几句言语 教室上小儿们都唱到 摇动铁绚灵 神鬼进皆经 铁车并铁锁 上下有尖钉 扫荡梁山清水坡 脚除朝盖上东京 生琴及时雨 活捉至多兴 曾家生无虎 天下尽闻名 没一个不畅 真令人忍耐不得 朝盖听罢 心中大怒 说道 这畜生 怎敢如此无礼 我须亲自走一遭 不捉得此辈 是不回山送江道 哥哥是山寨之主 不可轻动 小弟愿望 朝盖道 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 你下山多变了 厮杀劳困 我今替你走一遭 下次有事 却是贤弟去 宋江苦劝不听 朝盖愤怒 便点起五千人马 请起二十个头领 相助下山 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当日 朝盖点起林冲 忽炎拙 徐宁 慕洪 刘唐 张恒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阳雄 石秀 孙丽 黄信 杜谦 宋万 燕顺 邓飞 欧鹏 杨林 白胜 共使二十个头领 不领三军人马下山 征进层头士 宋江雨无用 公孙胜重 头领就山下 金沙滩渐行 饮酒之间 呼起一阵狂风 正把朝盖心智的任君旗 伴腰吹舌 众人献了 尽皆失色 无学纠见到 此乃不祥之兆 凶长改日出君 宋江劝道 哥哥方才出君 风吹者任旗 于君不立 不若停待机时 却去和纳斯里会朝盖道 天地风云 何足未怪 趁此春暖之时 不去拿它 只带养成纳斯气势 却去进兵 纳时迟了 你且休足我 这莫怎地 要去走一遭 宋江哪里 便熬得住 朝盖引兵渡水去了 宋江一样不已 回到山寨 再叫代宗下山 去探听消息 且说朝盖领住 五千人马 二十个头领 来到层头市相近 对面下了寨诈 次日 先引众头领上马 去看层头市 众多好汉立马看时 果然 这层头市 是个显爱去处 但现 周回一遭野水 四围三面高刚 倩边河岗似舌盘 好下柳林如雨蜜 平高远望 绿阴农不现人家 附近乾窥 轻影乱身藏寨炸 村中壮汉 出来的永四金刚 田野小儿 生下地 便如鬼子 僧道能伦棍棒 妇人 灌使刀枪 果然是铁壁铜墙 端得紧人 强马壮 交锋 尽是戈尔将 上阵 接位子 附兵 朝盖 与众头领 正看之间 只现柳林中 飞出一镖人马来 约有七八百人 当先一个好汉 戴熟同窥 披连还甲 使一条点钢枪 骑柱匹冲阵马 乃是增加第四子 岑葵 高声鹤道 你等是梁山坡 返国草寇 我正要来拿你解观情赏 原来天赐其变 还不下马受负 更待何时 朝盖大怒 回头一看 早有一将出马 去占层魁 那人是梁山出皆异的好汉 豹子头临冲 两个骄马 斗了二十余和 不分胜败 层魁斗到二十和之后 料到斗临冲不过 撤枪回马 便往柳林中走 临冲乐住马不敢 朝盖临转军马回寨 商议打 层头市之策 林冲道 来日直去市口诺战 就看虚实如何 在座商议 次日平民 引领五千人马 向层头市口平川 旷野之地 列成阵势 泪鼓呐喊 层头市上炮声响出 大队人马出来 一字而百柱七个好汉 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宫 上手副教师苏定 下手便是增加长子层图 左边层密 增魁 右边层生 增锁 都是全身披挂 教师史文宫 弯弓插件 坐下那匹 便是千里玉狮子马 手里使一只方天画脊 三通古霸 只见增加阵里 推出数量限车 放在阵前 曾图止住对阵骂道 反国草贼 陷暗限车魔 我增加府里杀你死的 不算好汉 我一个个只要捉你活的 装在限车里 解上东京 碎尸万段 你们趁早纳降 还有商议 朝盖听了大怒 挺枪出马 直奔层图 众将怕朝盖有失 一发掩杀过去 两军混战 增加军马 一步步退入村里 林冲 忽颜着锦 互定朝盖 东西赶杀 林冲县路途不好 急退回来收兵 当日 两边各接舍了些人马 朝盖回到寨中 心中甚忧 众将劝道 哥哥且宽心 修得仇闷 有伤贵体 往常送公民 哥哥出军 一层失利 好歹得胜回债 今日混战 各舍了些军马 又不曾输了与他 何须忧闷 朝盖在寨内 只是郁郁不乐 一连三日 每日诺战 曾投市上 并不曾现一个 第四日 忽有两个和尚 直到朝盖寨里来投拜 军人引到中军帐前 两个和尚跪下告道 小僧是曾投市上 东遍法华寺里间四僧人 今被曾家五虎 不时常来本寺作剑落造 所要金银财博 无所不畏 小僧已知他的背戏出莫去处 特地前来拜请头领入去结寨 搅除了他时 当方有幸朝盖献说大喜 有失未证 间谍从来解用兵 陈平昔日更专精 却残朝盖无先献 随着突奴木夜行 朝盖便请两个和尚做了 致久相待 林冲见道 哥哥修得听信 其中莫非有诈 和尚道 小僧是个出家人 怎敢妄语 久闻梁山坡行 仁义之道 所过之处 并不扰民 因此 特来拜头 如何雇来多赚将军 旷间增加未必赢的 头领大军 何顾相仪 朝盖道 兄弟修生疑心 悟了大事 今晚我自去走一遭 林冲道 哥哥修去 我等分一半人马去结寨 哥哥在外面接应 朝盖道 我不自去 谁肯向前 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 林冲道 哥哥带谁入去 朝盖道 点十个头领 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 十个头领是 刘唐 阮小二 忽炎卓 阮小五 欧鹏 阮小七 燕顺 杜谦 宋万 白胜 当晚 造饭吃了 马斋鸾铃 军士贤眉 黑夜急走 悄悄地跟了两个和尚 直奔法华寺来 朝盖看时 却是一座古寺 朝盖下马 入到寺内 献眉僧众 问那两个和尚道 怎地这个大寺院 莫一个僧众 和尚道 便是曾家畜生薅恼 不得已 各自归宿去了 只有长老并鸡个侍者 自在塔院里居住 头领暂且囤住了人马 等更深些 小僧指引到纳斯寨里 朝盖道 他的寨在哪里 和尚道 他有四个寨诈 只是北寨里 便是增加兄弟屯军之处 若只打的那个寨子时 别的都不打紧 这三个寨便罢了 朝盖道 哪个十分可去 和尚道 如今只是二更天气 且待三更十分 他无准备 初时听的层头式上 整整齐齐打更鼓响 又听了半个更次 绝不闻更点之声 和尚道 军人想是已睡了 如今可去 和尚荡先引路 朝盖带同诸江上马 领兵离了法华寺 跟住和尚 行不到五里多路 黑影处不现了两个僧人 前军不敢行动 看似边时 又且路杂难行 都不见有人家 军士却慌起来 抱与朝盖之道 忽言拙便叫急回旧路 走不到百十步 只现四下里金骨齐鸣 喊声阵地 一望都市火把 朝盖中将引军夺路而走 踩转的两个弯 撞出一镖军马 荡头乱剑射将来 不漆一剑 正中朝盖脸上 倒撞下马来 却得忽言拙 燕顺两骑马 死拼将去 背后流堂 白胜就得朝盖上马 杀出村中来 村口临冲等引军接应 刚才敌得住 两军混战 直杀到天明 各自归债 临冲回来点军时 三软 宋万 渡千水里逃的性命 带入去二千五百人马 只剩的一千二三百人 跟住欧棚 都回到帐中 众头领起来看朝盖时 那只剑正设在面颊上 几把的剑出 便晕倒了 看那剑时 上有史文公字 凌冲教取金枪要敷贴上 原来却是一只要剑 朝盖中了剑毒 以字言语不得 凌冲教扶上车子 便拆三软 度谦 宋万 先送回山寨 其余十五个头领 在债中商议 金帆朝天王哥哥下山来 不想遭这一场 正应了风折任其之兆 我等只可收兵回去 这层头事急切不能取得 忽言卓道 须等送功名哥哥将令来 方可回军 有失未正 威震边垂不可当 梁山寨主是天王 最连帅耳图曾侍 巨使英雄一命亡 当日 众头领闷闷不已 众军亦无恋战之心 人人都有海山之意 当晚 二更时分 天色微明 十五个头领都在寨中纳闷 皆自叹息 进退无措 正是 蛇无头而不行 鸟无翅而不飞 呼听的福禄小孝 荒急来报 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 火把不计其数 临冲听了 一起上马 三面山上 火把齐名 照现如同白日 四下李纳喊道债前 临冲领了众头领不去底底 拔债兜起 回马便走 增加军马 背后卷杀将来 两军且战且走 走过了五六十里 方才得托 既点人兵 又舍了五七百人 大败亏输 汲取旧路 望梁山坡回来 退到半路 正迎驻代宗传下军令 叫众头领引君 且回山寨 别做梁策 众将得令 引君回到水浒寨 上山兜来看事朝头领时 以字水米 不能入口 饮食不尽 浑身虚肿 宋江等 守定在床前提枯 亲手敷贴药耳 灌下汤伞 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事 当日 夜至三更 朝盖身体沉重 转头看住宋江 主父道 贤弟保重 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 便教他做梁山博主 言罢 便明目而死 宋江献朝盖死了 如丧考笔一般 哭得发昏 众头领福册 宋江出来主事 无用 公孙圣劝道 哥哥且省烦恼 生死人之分定 何故痛伤 且请礼会大事 宋江哭罢 便教 把香汤沐浴了尸首 装练衣服金泽 停在巨义厅上 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 一面合造内观外国 选了吉时 呈放在正厅上 见起灵围 中间设个神主 上写道 梁山坡主天王 朝公神主 山寨中头领 自送功名以下 都带种孝 小头目 并种小喽啰 亦带孝头金 把那只事件 就供养在灵前 寨内养起长帆 请附近寺院 僧众上山做功德 追见朝天王 宋江每日领众举哀 无心管理 山寨事务 林冲与公孙盛 无用并众头领商议 立宋江为梁山博主 诸人拱厅号令 四日清晨 香花蜡烛 林冲卫首 与众等请出宋江 在巨义厅上坐定 无用 林冲开话道 哥哥听禀 国一日不可无君 家一日不可无主 朝头领事归天去了 山寨中事业 岂可无主 四海之内 接闻哥哥大名 来日即日良辰 请哥哥为山寨之主 诸人拱厅号令 宋江道 朝天王临死时主父 如有人捉得史文公者 便立为梁山博主 此话众头领皆知 筋骨肉未寒 岂可望了 又不曾报得仇 雪得恨 如何便居得此位 吴学究又劝道 朝天王虽是如此说 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 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 若哥哥不坐时 谁人敢荡此位 债中人马如何管领 虽然疑言如此 哥哥全且尊临此位坐一坐 待日后别有计较 宋江道 君师言之极道 今日小可全荡此位 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 拿住史文公的 不拘何人 须当此位 黑旋风 李逵在侧边叫道 哥哥修说做梁山博主 便做了大宋皇帝 却不好 宋江贺道 这黑丝又来胡说 再若如此乱言 先割了你这丝舌头 李逵道 我又不教哥哥做摄长 请哥哥做皇帝 倒要割了我舌头 吴学揪道 这丝不识尊卑的人 胸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且请哥哥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以罢 全居主位 坐了第一把椅子 上手军师无用 下手攻孙胜 左一带临冲卫头 右一带忽言卓居长 众人参拜了 两边坐下 宋江乃言道 小可今日全居此位 全赖众兄弟扶住 同心合意 共为股功 一同替天行道 如今山寨 人马数多 非比往日 可请众兄弟 分座六寨助扎 据一听金改位中一堂 前后左右立四个汉寨 后山两个小寨 前山三座关矮 山下一个水寨 两滩两个小寨 今日格请弟兄分头去管 中一堂上 是我全居尊位 第二位军师无学究 第三位法师公孙胜 第四位花容 第五位秦明 第六位吕方 第七位郭胜 左军寨内 第一位林冲 第二位刘唐 第三位史晋 第四位杨雄 第五位石秀 第六位杜谦 第七位宋万 右军寨内 第一位忽炎卓 第二位诸童 第三位戴宗 第四位慕虹 第五位李奎 第六位欧鹏 第七位慕春 前军寨内 第一位李应 第二位徐宁 第三位鲁智深 第四位武松 第五位杨智 第六位马林 第七位施恩 后军寨内 第一位柴晋 第二位孙丽 第三位黄信 第四位韩涛 第五位彭启 第六位邓飞 第七位薛勇 水军寨内 第一位李俊 第二位软小二 第三位软小五 第四位软小七 第五位张衡 第六位张顺 第七位同威 第八位同蒙 六寨记四十三元头领 山前第一关 令雷恒 樊锐手把 第二关 令谢真 谢宝手把 第三关 令向冲 李滚手把 金沙滩小寨内 令燕顺 郑天寿 孔宁 孔亮 四个手把 压嘴滩小寨内 令李中 周通 邹渊 邹润 四个手把 山后两个小寨 左一个汉寨内 令王矮虎 一丈青 曹正 又一个汉寨内 令朱武 陈达 阳春六人手把 中一堂内 左一带房中 掌文卷 萧让 掌赏伐 裴轩 掌印信 金大监 掌蒜前梁 蒋静 又一带房中 管炮 灵阵 管造船 孟康 管造一甲 侯建 管筑成员 陶宗旺 中一堂后 两厢房中管事人员 监造房屋 李云 铁匠总管 汤龙 监造酒醋 朱腹 兼备炎宴 宋青 掌管食物 杜星 白胜 山下四路坐檐酒店 圆波定 朱柜 乐和 石谦 李立 孙心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 已自定数 管北地收买马匹 杨林 石涌 断井柱 分波已定 各自遵守 无德违犯 梁山坡水浒寨内 大小头领 自从宋功名为债主 进阶欢喜 拱听约束 有失位正 英雄朝盖已归天 主债功名在所先 从此又颁新号令 奋兵受职进宫前 一日 宋江聚众商议 欲要与朝盖报仇 兴兵去打层头士 军师无用见到 哥哥 庶民居丧 尚且不可轻动 哥哥兴师 且待百日之后 方可举兵 宋江一无学究之言 守住山寨 每日修设好事 只做功果 追见朝盖 一日 请到一僧 法明大元 乃是北京大名府 在成龙华寺僧人 只为尤方来到济宁 经过梁山坡 就请在寨内坐道场 因吃斋之次 闲话间 宋江问起 北京丰土人物 那大元和尚说道 头领如何不闻 河北玉麒麟之名 宋江 无用听了 猛然醒起 说道 你看我们未老 却嫩得忘事 北京城里 是有各卢大园外 双鸣俊义 绰号玉麒麟 是河北三角 祖居北京人士 一身好武艺 棍棒天下无对 梁山坡寨中 若得此人时 何怕官军击补 起仇兵马来临 无用笑道 哥哥何故自丧之气 若要此人上山 有何难哉 宋江答道 他是北京大名府 第一等长者 如何能够的他来落草 无学究道 无用也在心多时了 不想一向忘却 小生略施小记 便叫本人上山 宋江便道 人称足下位置多星 端得名不虚传 敢问军师用圣计策 转得本人上山 无用不慌不忙 叠两个指头 说出这段记来 有分教 北京城内 黎民费寝旺餐 梁山坡中 好汉驱兵领将 正是 只为一人归水浒 致令百姓 受兵戈 毕竟无学 纠怎地 转卢俊 亦上山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